大家好,我是K組長 相信都會出社會之後 都會遇到要買房子或者是租房子的經驗 那通常我們買房子或租房子的時候 我們都會考慮到要不要裝潢 或者是要不要佈置 但是裡面有一樣配備是我們一定會更換的 也就是說我們的住家門鎖 那目前的台灣地區用戶大概有80%以上 都是用傳統門鎖 那其實現在有很多很便利的商品 就如同有後面這些電子鎖一樣 它可以提供我們出門不用帶鑰匙的便利性 也可以從我們的手機 透過網路部分了解家裡人有沒有 安全的回到家裡 初次購買電子鎖的時候 我們可以先判斷 第一,你是要自用還是承租 自用的話,這部分你的門鎖其實就會考慮到 買高規格一點的 所有的功能一次到位 其實現在市面上的那種方形的盒子 四段鎖、五段鎖 大概一組就要四到五千塊了 如果你要裝四、五千塊的鎖 我就建議你不要換了 我認為你用原先的傳統鎖 其實安全系數也會比較好 也比較高 如果你今天自助 我建議大概推薦 價位就要在大概兩萬左右 可以選一個比較 到規格比較好一點的鎖 那相對品質也比較穩定 因為現在的法規的關係 很多大樓或者是公路 基本上他要用的門其實都會比較厚重 原因是因為 他主要做一些隔音細密的一些腳鋼以外 他的腳在中間還會有一些方過材料 所以說門的重量整體起來就變得很重 所以說你的門一旦立上去之後 要下座的機會變得非常的高 另外如果你是承租方的話 那你就要先想一下 你在這個地區你想住多久 我們舉例來說 如果你在這個地區你希望工作三年 我很建議你大概裝一萬到一萬五桌的鎖 那處理這三年 平均每一個月大概支付多少錢 可以提供你這樣的便利性 離開後也就是說退租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把你的門鎖留給你的房東 那我有很多的朋友都會問我怎麼跟房東談 我都會跟我朋友說 你其實可以跟你的房東談說 看他其他的部分補貼你 那之後這個鎖 裝完之後就留在他那邊 他在承租給下一位房客的時候 房客不用一直去修修改改去換那個鎖 不然的話你換了十個房客好了 那個門大概就鑽了十次 我那個門就鑽了亂七八糟 是不能看的 就是說基本上你把鎖留給他 只要有房客來了之後 你只需要去調整更換密碼就好了 那我就很推薦 出租的時候你一定要用到機械式 並且有帶鑰匙的那是最好 因為機械式鎖給電子鎖 它可以在損壞的時候 它就退化成傳統鎖的感覺 利用鑰匙都可以開關門 房東在遇到狀況的時候 用鑰匙就可以馬上出爲這個問題 安裝電子鎖的時候 你可以先試想一下你要安裝的位置 是在你的戶外或者是室內 室內跟戶外去選擇電子鎖的一個材質 總類可能就會不太一樣 那如果今天安裝在室內的話 通常我們不太需要考慮防水的問題 你可以選擇電子鎖主機的形式就特別多 如果今天我們實際上是戶外的透天錯 平常都會淋到雨 而且會曬到太陽 我們可以選擇有防水系數的電子鎖 但目前市面上90%以上 防水系數我們只能拿來做參考 比如說IP防水系數是IP68 防塵防水系數 它指的是這個數值是目前防塵防水的最高規格 也就是說它可以組個某一定的水 或者是細微的灰塵 那這樣的系數只是參考 它絕對會隨著時間經過而下降 也就是說我以前買了一個名牌表 比如說一隻就五萬十萬 它有防水它可以潛水 它會在一段時間之後變得沒有辦法防水 欸怎麼突然有一點我洗了手 手錶屋梨上面居然洗霧了 表示它開始會進水 其實防水它不會是一個長效性的 那如果說你今天鎖是要裝在戶外的位置的話 我建議你先看兩個點 第一個你先在平常下雨或到太陽的時候 你幫我看一下 平常雨鎖會不會潑到原先傳統鎖的位置 第二個今天太陽比較大的時候 你可以試著用你的手去摸摸看門片或是門鎖的部分 它的溫度會不會比較燙 不管你今天是有沒有防水系數的門鎖 你只要是處在一個日曬雨林的環境下 它絕對會影響你的使用的壽命 那除了本身它有搭載防水系數的電子鎖以外 我們還有另外一個選擇是使用雨遮 使用壓克力雨遮把它整個照住 讓它在陽光的照射可以遮蔽掉 還有風雨可以遮蔽掉 這樣子的話一定會比防水電子鎖還來的多一層保護 之後要更換的配備就比較不會費用這麼昂貴 只要更換那個壓克力雨遮 那如果你今天使用的是防水系數的電子鎖的話 基本上壞掉還是要更換零件 它就是一個消耗品 它不可能可以撐一輩子 我們一般在購買的時候 我們基本上就是兩個通路可以購買 一個是實體店面一個是網路上面 網路上面的產品的話 它的價格可能會便宜一些 那因為它沒有電租也沒有指定的服務人員的關係 那也可以很輕鬆的在銷售你完之後 把產品下架你就找不到人了 沒有人會服務你 它是一個人對很多的客人 所以說它在服務上絕對沒有這麼的即時 那實體店面的話 你可以參考一下有沒有連鎖的 或者是遍布在我們台灣地區比較多的門市 這時候你在售後的服務也會得到一個比較好的資源 那在實體店面購買的話 通常只要規模有夠大的話 你只要有任何問題 每一個客人都會配一個專屬的服務人員給你 也就是說當你有什麼問題的時候 它甚至於可以走到這個產品的前面 利用錄影的方式呈現給你 讓你知道怎麼細心操作 設定不會也可以立即為你處理 所以是一對一的服務 那至於說售價的部分會不會比網路高 基本上其實現在都差不多了 而且就算店面比網路貴個五百塊一千塊 我覺得也很剛好 見鬼了 有店面不用賣的比網路貴嗎 這是合理啊 怎麼會有人問這樣的問題 你要是服務不是嗎 一般我們購買電子鎖的時候 其實我們會看到市面上各大品牌 會提供一年甚至於到三年的保固都有 產品本身如果在使用了三到六個月的時候 你就可以清楚的知道 你拿不到了是不是機網有沒有狀況 其實你可以在這三到六個月 就可以提出一個保固維修的申請 那就像我們一般家裡在使用這個電風扇一樣 保固一年 可是我的家裡有電風扇我吹了十幾年都還沒有壞 那有人電風扇保固一年 那他吹了半年就壞了有沒有 有 其實3C產品本來就是有點運氣成分 那至於說一年到三年其實有沒有差別 當然有差啊 因為你如果願意支付多一點錢的話 你就可以拉長保固 有朋友在購買電子署的時候 有朋友在購買電子署的時候 他會詢問一下你的產品是哪一個品牌 甚至於是哪個地區的地方製造的產品 我也就不用特別提出來了 基本上有70%以上都是在某個國家製造的生產的 那就像我從頭到尾一樣 我從頭到尾大概只有我人是台灣的啦 這樣OK嗎 這個應該就不用特別問了 因為很多人都是第一次購買電子署 又或者是正準備要買電子署的朋友 大部分都會去上網做功課 然後了解一些商品 然後做一些什麼商品比較的 其實我要跟各位說明的是 請各位不用這麼麻煩 麻煩各位搜尋一下K組長電子署 幫我按讚訂閱加分享 然後要開啟小鈴鐺 電子署的功能怎麼選 原則上四大功能是基礎 指紋、密碼、鑰匙、卡片 拿到一個功能並不會比較便宜 那我很建議各位如果是自己住的話 我建議挑選有備用機械鑰匙的電子署 那電子署有兩種外觀 只會有兩種 一種叫水瓶式 一種叫推拉式 兩個有什麼差別 如果你是第一次裝電子署 你一開始可以先買水瓶式把手 好當作基本的入手 然後用了這個時間用習慣了 你再選擇這種推拉式 推拉式把手 如果家裡有年長這個小朋友 用水瓶式把手 因為他開關門的感覺 就像傳統所一樣 推拉式把手的話 他在開關門的時候 如果你今天是防火防爆門的話 門比較厚重對不對 一樣想像一下 你用這個姿勢去抓 跟用這個姿勢去握 哪一個地方比較好施力 如果你比較重的話 推拉式把手 對你這樣抓的時候 其實是比較費力的 那關上門的時候還是需要 扶它大概一秒鐘 等待它上鎖 你才可以放開 否則能不能甩上去 它是彈開的 所以一般比較容易入手的話 我會先推薦水瓶式 基本的421電子鎖以外 如果要增添額外的功能的話 大概會分為兩個 一個是人臉 一個是貓眼 人臉的話會適合在哪裡用到 如果家裡有年長者小朋友 年長者跟小朋友的指紋 可能是比較好弱 又或者本身 比如說我是護士 我常常摸酒精 我其實指紋會沒有 所以指紋辨識的感應程度的話 相對比較弱 所以說 人臉是我唯一取代指紋 是比較好的方式 另外一個是貓眼 那貓眼的話 有分為近端貓眼 跟遠端貓眼 那就看個人 近端貓眼的話 其實它就是帶屏 在這個主機的後面 在室內處可以看到一個屏幕 可以看到外面有誰 遠端貓眼比較適合什麼 常常出差在外面的人 又或者是懶得行動的人 也就是說我 我家裡有外面有電鈴 我想要躺在床上 利用我的手機可以看 外面有誰 擺眼卡片的使用時機 基本上我們用不太大 平常就是把它設定好 準備放在玄關柱 或者抽屜 提供給臨時來的親友 做臨時開門的鑰匙 那一般正常的屋主 他是絕對不會去帶卡片的 因為你出門既然要帶卡片的話 那就等同帶來把鑰匙的感覺 既然你出門都要帶來把鑰匙 請問一下我們為什麼要換電子鎖 優優卡的部分 大部分機種都是可以做設定配對的 但是有一些結合在這個信用卡裡面的優優卡 它不見得是可以做設定配對的 其實我們可以直接在主機上面進行配對設定 就可以知道說 它是不是可以迎合這個優優卡的設定 一般電子鎖的時候 我們要使用的時候 實際其實都是 以不帶東西為主 所以我們指紋密碼是主要的配備 卡片鑰匙是輔助 那像眼前看到這一類型的話 它是屬於輔助鎖 現在看到這一面都是外面戶外的樣子 分別是第一台鎖跟第二台鎖 旋轉到後面的話是內部 這是內外主機相對應的樣子 這種門鎖的話它沒有把手 它稱之為什麼 輔助鎖 輔助鎖它就是安裝在你原先傳統鎖的上方 輔助你的傳統鎖做使用 所以它不是主角 這種類型的門鎖適合裝拿入 大概會是在房間門 那房間門的話一定要挑選怎麼樣的功能 指紋、密碼 這兩個是最基本的 因為你在家裡 比如做菜走路看電視的時候 請問你在家裡會帶卡片嗎? 不會 所以你要裝在室內 你一定要配備一個有指紋或密碼的 一個電子輔助鎖 那這個門鎖能不能夠裝在戶外大門 可不可以? 可以安裝 但是它的一個防盜係數 還有它的一個後備性就會顯弱一點 不過它是一個還蠻好入手 而且功能非常強大的一個 電子類型的一個輔助鎖 指紋的開門類型 斷層式、光學式、電容式、半導體 原則上我們會以電容半導體為主 光學式跟斷層式原則上我們就不考慮了 因為它是比較有之前的技術 那光學式的話大部分會在一些門進系統 就是說會發亮 舉盤你看到會發出黃光、藍光、綠光 手放上去做開門那種 那種叫做光學式 那光學式現在市面上還有嗎? 還有賣 還有賣 要賣 一般我們電子鎖它的使用的時間 大概會在四個月 或者是到三四年都有 也就是它的一個電池的一個續航力 那要看什麼機種 如果你要續航力到最頂的話 原則上四顆碱性電池就好 一加四口進出 如果以這台這個系列的話 VCN9它可以使用到三四年 四顆電池 它最多支援八顆電池 好 那它採用的是鹼性電池的一個支援 那這台的話是V2C的GSF 它用的是離電池支援 大部分事實上就分為兩種 那離電池的話它是可以做反覆的回充 記得任何品牌的離電池都一樣 不可以用快充頭充 用一般充就好 避免充壞或充不進去 然後不可以摔到 不可以碰到水 因此這樣你的離電池都可以有一個還不錯的壽命 接下來我們講到說外部的供電系統 如果你的電池鎖在 臨時在戶外是沒有電的 就是說我出門要回來它是沒有電的 那這次要怎麼辦 我們有三種方式可以進去 第一種是用9V減性電池 接著你主機的一個乾接點 它就可以進行臨時供電 另外一種是接手機線 有兩種類型 一種是MicroUSB 一種是Type-C 兩種插上機都可以 另外一種第三種 它是用手機的反向供電 也就是說我手機打開這個反向供電 它就等於是一個無線充電盤的概念 你拿著它之後 對著它 放在這個位置 它就可以做一個無線充電 臨時供給它電 這也是蠻不錯的一個設計 原來用電鎖的聯網功能 還是要吃到家裡的2.4G Wi-Fi 一般家裡在簽這個無線網路的時候 通常會有一個2.4G跟5G 2.4G的網路它的穿透性比較好 但是它比較容易受干擾 但5G的話它是比較不容易受干擾 不過它的穿透性比較差 所以一般的一些連線的3C產品 還是會以2.4G的網路為主 如果家裡有這個網路設備 它是把2.4G跟5G結合在一起 是做自動切換的那一種 我很建議把它拆開來 一邊可以做一個3C設備的連結 5G可以做一些平板電腦 比如上網打遊戲 做資料的時候可以用得到 網路的收訊其實有時候 不單單跟主機會有關係 跟電視手的主機會有關係 因為電視手的主機 它本身的電池供電 並不是常態插在插頭上 所以說它在做網路收訊 接收這個訊息 接收這個頻寬可能會調的比較弱 所以說當你的外外環境比較差的時候 電視手它在收訊的時候 有可能會延遲 所以說這東西不會是百分之一百 也就是說有時候我們在使用LINE的時候 我傳訊息給你 你怎麼五分鐘才收到 這有時候網路延遲是正常的 所以說大家在使用這個 有電話設備的電視手 我就不建議各位把資費調到很便宜 譬如說一個月才三百兩百那一種 那一種的話 網路收訊一定肯定肯定很差的 我看打個電動都會有困難 就幫各位介紹到這一邊 那如果各位有什麼問題的話 可以在下方幫我留言 或者說想多看一點什麼樣類型的影片 我可以再幫各位做一些說明 好的那就謝謝各位